下来 坐的这是末班车 从家里面过来 又到店里来了 待会到前面再转一部车 到那个店里面 因为啊 这个疫情啊 最近上海还是反反复复的冒错机构 这不就怕万一吗 万一有什么事 店里的毛孩子 就没人弄了 所以说 我跟我老婆两个人 每天至少要留一个在店里 我老婆在疫情期间住店里两个多月 就是为了这些狗狗猫咪啊 哎 太难了 不知道这个末班车还有没有啊 因为很多都是区域公交 104区域公交 末班车没有了 现在看来只有坐这个740 应该有 个点了 路上三三两两的行人 算了不等这个740了 它还没发车 估计现在间隔时间特别长 我就慢慢走回去吧 也差不多两公里的路 就着这边只走啊 差不多两公里路 晃晃悠悠也能到了 这边的夜生活又开始了 下了一半路了 又到这个公交站 这一站还没来 740 刚刚看到了一个核酸亭本来想做个核酸 说结束了 我的核酸已经今天第三天了 明天就第四天 所以说明天又要做了 现在像这种小亭子 上海好多 每条马路上面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每条马路都有 740 看到没有 终于来了 我已经到了 我马上到了 我也就还有200米 终于到店里了 看到他们心里定心了 看到小后楼 看到我开心得不得了 嘿嘿 明天是2022年的 6月9号晚上10点01分 今天又在店里陪这些毛孩子了 然后我们这个月11号 可能要做一下全民核酸 就是整个家地 因为这个疫情啊 真的是断断续续的 这两天又出来了几例 然后有些小区啊什么的 又给封闭管理了 这次全民核酸筛查吧 希望不会有事情 现在准备再加班 给我们那个店里的一只狗狗 今天给它剃了一半 又忙了 现在加个班 帮它给弄一下 就是它 叫贝贝 今天弄了一半 等我帮它再弄一下 就下班 好洗 我们擦擦干净 洗好了啊 让它拿这个小吹风 吹两下就好了 都没毛了 好了 给它弄好了 看看 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